我觉得当公众人物都会是 有人喜欢就有人会不喜欢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公众人物 自己要建立一下自己的心理素质 就是要壮大自己的心理 因为我觉得未来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不管你做得多好 就是还是会有人不喜欢你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像他自己压力很大 他有时候其实会心态会崩掉然后会哭 然后其实我们都知道 但是就是在他哭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他的安慰 就是我们会尽量给他配着他这样子 就是也希望他不要那么在意 因为他其实已经很不在意了 有时候看他哭我也觉得很想哭 其实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没有自信 所以我才会觉得我需要被需要的感觉 因为我就是觉得我很容易对自己心虚 我会觉得在这个圈子大家都一样努力 我就会觉得我多了一些关注 我就会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 所以我就会很没有自信 这个感受会让我很痛苦 可能林香要登场 可是我会觉得说 他们的欢呼声跟他们的尖叫声 并不是因为我的能力 我会唱歌 我会跳舞而尖叫 而是只是因为我是林香而尖叫 这些事情会让我觉得很不好受 因为其实我的个性跟他是差不多的 我其实也是在演艺圈也没什么朋友 然后我也不太会跟别人打开心房的聊天 我们真的是透过每一次工作 就是可能聊天然后再更进一步 然后再聊天然后再更进一步 我们是慢慢慢慢打开心房的 对 然后后面才变得这么好 我们很互补 我们超级互补 对 只是因为我比较市场发号失灵的那一个人 对 会管输他 对 就他们都很 就因为我有一个 他是我师姐嘛 那我们公司他一个师妹 但是其实我算是里面的队长 对 所以他们都很听我的话 然后就是大部分的决定 他们都会想要由我来做决定 今年我做了一个蛮大的改变 是主持这方面 就是我开始有接一些主持的校园啊 或者是活动 那我以前是非常排斥这个工作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是一个很闷嫂很内向的人 我不喜欢跟别人有太多的交谈 或者是主动去跟别人示好 但是因为进来演艺圈这个工作 所以让我学会了应该怎么与人交谈 怎么跟人相处 然后就是也希望自己就是在口调方面 可以变得更好 然后更能带海气氛 可以当一个合格的主持人 我发现呢 我今年呢 遇到很多事情 我都不敢去做决定 然后都想要把这个答案丢给身旁的人 或是丢给公司来帮我做这个决策 然后我就一直在回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我越来越害怕做决定 结果我发现我是害怕很多的声音 跑进我耳朵 因为我每做一个决定 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声音 跑到我的耳朵 我不是不想承担结果 是我不喜欢承担 面对很多声音 在做决策的时候 中间这个过程的压力 所以我就觉得 我希望我呢 2024年的时候 可以变得更坚定 然后有自信 然后有那种自己决策 独立思考的能力 跟决策事情的勇气 就不想要再把很多事情 都丢给别人来帮我做决定 就是我希望我明年 可以变得很坚定又有自信